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学习了文件的写入和读取 对不对 这些课利用前面的知识 咱们用文件作为一个存储的容器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留言板 对吧 看一下文件怎么用 好吧 简单留言板咱们就需要先写一下界面 对不对 来咱们在这里边 咱们都写在一个文件里边也可以 写在两个文件里边也可以 对不对 那咱就写在一个文件里边 比如说咱们叫做message.peerp的一个程序 对吧 我们打开 首先呢 我们先写表单 可以吧 form action 提交给自己message.peerp 不写也可以 对吧 方法就叫做post 然后呢 留言板一般的都有什么 留言的谁留言 对吧 留言的标题 对吧 和留言的内容 咱们就有简单的这几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 用户名 input类型等于test 然后呢 名字咱们就叫做user name 然后 微留值等于空的 换行 然后留言的标题 咱也是一个单号文本 也是一个test文本的 内容呢 咱们就叫做title 然后 微留值也是等于空的 然后就是留言的内容 testare 咱们用多少文本 让它是 比如说是40列 比如说四行 这样的一个 保险行 然后咱们再有一个 提交按钮 对不对 名字等于 名字等于 比如说叫做do submit 微留值等于 比如说留言 好 我们来预讯一下 编码 看一下 字符编码 咱们是用utf8的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表达 对不对 微量的对齐 我把用户 名字去掉 用户 当然了 你用样式可以把它做到很漂亮 对不对 现在我们输入一条消息之后 一点留言是不是要上这显示消息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消息 每个消息如果你是直接显示的话 那只是一次的 对不对 别人在留言的不会持久保留在这 所以咱们必须得有一个持久保存的 那就是用文件 对吧 我们要把消息 好好确定一下每个留言消息的一个格式 对吧 因为消息的格式你要弄不好的话 我们取出了就不好去处理 那么现在这块有三个字段 再加上我们留言的时间 一共是四个内容 对不对 四个内容中间要用一个符号分割 而这个符号尽量在留言内容中的符号中 不出现的 就比较特殊的一些符号 然后留言有可能有多条留言 多条留言之间呢 用一个特殊格式去给它分开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读出来就行 那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留言消息 我们在上面去写 如果用户想留言的话 那我们这边写了 如果 怎么 判断一下 用户是否提交了 对不对 倒入一下 post 里边 对 对 s u s可以吧 然后这个消息就等于什么呢 首先先拿到用户名 用户名你可以用初体字 帮助下个线post里边 有一个user name是不是用户名了 这个用户 然后中间用户我们可以直接全用 用户是一部分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显示格式呢 我们可以在这块不加这些东西 你可以在存储的时候不加格式 输出的时候你加格式 或者写入的价格输出的时候就不用加了 我倾向于还是在读的时候 让用户可以按各种格式读入 存的时候只要把数据存进去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块是用户名 然后中间分割符 因为咱们要取出来之后 每一步都拿出单独的显示 对吧 所以中间分割 比如说我用两个书线 作为每个字段的分割符 对吧 或者是你用一些其他的朋友都可以 只要能做分割的就可以 然后这有个用户名 然后比如说用户留言的时间 连接一下 就是直接time 当时留言的时间可不可以 然后我们再连接两个竖线 是不是又割出一个字段 然后用户的标题 再发现post里边有一个tit 对吧 然后又割一个字段 还有什么 除了用户的标题 还有用户的内容 对不对 内容这块我们没写什么 没写名字 内容等于 有人叫做Cuntnt 可以吧 我这块再来一个 下发现post里边加上Cuntnt 这样的话一行数据 咱们要的四个字段是不都有了 第一行消息 但是我们会写入 每次写入最佳会有多个消息 对不对 我用协盘做分割符 行的分割符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有可能说咱们在留言的时候 咱们就回车了 对不对 那个有可能也当着行的分割符了 所以咱们把它特输一下 我随便加一个中文号 加个这个 我把就自定义随便写个字符 但是行的分割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消息我们就定义出来了 定义出什么呢 字段的分割 使用什么 出现 对吧 然后行的分割 使用 对吧 当然这两个方法 你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对不对 这一条消息是不是就有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消息 我们怎么办呢 是不是往哪里去写 我文件去写 对不对 写的时候是每次都是 就这一条消息吗 追加 是不是追加的方式 追加方式咱们只学过了一种 是不是只有Fopen的方式 你用file put 这个能行吗 这是覆盖的 这不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个函数在这块 比如说 faction write 写mesat 写消息 对不对 往哪个文件里写 对不对 写什么内容 可以吧 那在这里边 我们首先要f open 打开一个文件 文件就是file name 文件名 对不对 然后以什么方式呢 是不是得以a的方式去写 打开就得有什么 对 就得有关闭 所以这话fc yc close 写错了 fcfc close 是关闭 在中间是不是往里写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直接用f write $file name 不对吧 这话应该是fp 是真的对不对 然后写的内容是谁 mess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这做好一个资源 如果提交的话 就要用read message 里边只要传 那咱们可以在前面定一个什么 我要写入的文件名 对不对 文件名等于messag.tst 可以吧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改这个文件 文件名和消息 这样的话我一提交 是不是就可以把消息写到里边去 那把消息写到里边去 现在写成功了 对不对 那用户不提交的时候 是不是每次在这个界面上面都会有读的信息 这先看写的信息好不好用 现在被读出来 比如说这里边 小心一下 没有问题吧 不会往里写吧 因为这个文件也不会存在吧 因为咱怕的是提交才可以 比如说用户名 比如说妹子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标题是 标题是我要吃饭 然后问了一句什么 到哪吃比较好呢 是不是一条留言 嗯 然后一点留言 这个消息 每次都点进去 以后 加一个 你看 那我们写完之后 你看 是不是就多了这个文件 多了这个文件 我们打开看一下 是不是就 没有妹子 这个时间要吃饭 到哪吃饭 是不是这格式就有了 嗯 那再有一条 嗯 是比如说 风格 然后这话 我知道 到哪吃好 对吧 对吧 啊 就到 嗯 食堂吧 你看 一留言 这个 我还是在这块加一个 这个消息吧 HDR HDR 新闻TED 文本的内容是 文本的CS 文本的HTML XSite 等于UTF8 这样的话 就要用它输出中文 对不对 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边就有了 对吧 刚才我刷新的时候 后边风格这话 是不是多了一句啊 啊 是不是三条消息都这样 文件是不是存储了 嗯 那我显示的时候 只要用文件读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文件读出来这话 那默认如果这个 一个用户都没留言的话 是不是这文件不存在啊 嗯 所以能读的时候 只要在上面显示 任何都是读都可以 比如说我在这读 就得判断一下 对不对 如果文件 ESTS 判断谁存在啊 对 对 不然的话我有一个错误警告 没有文件的时候读 是会出现警告 对不对 如果文件存在的时候 我这话 就要读消息 对吧 我可以把读消息 写到一个函数里下 可以 比如叫做 read messag 对不对 从哪个里读呢 File name 是不是从这里读消息 对啊 那我们在下边 是不是也做一个函数啊 Faction read messag 从这个文件里去读 对吧 那读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一次性全读出来 因为读的时候 咱们 不是像追加 对不对 也可以用fopen的方式 对吧 那我一次性全读出来 行不行啊 等于 File get contents 从这个文件里边 是不是一次性全读出来了 对吧 那读出这文件是不是有多行啊 咱们是个换成每一行啊 对不对 但是你看这个消息 消息的行的分别 咱们是用什么 中号n 中号n 对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比如说 一条消息 是不是也有一条n 两条消息有两个n 那我用两个n去分 能分成几行 是分成三行 而且是 但是是两个消息 对不对 对 所以是多分出一个 现在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消息怎么办呢 读出这个消息 用什么去处理啊 用r trim trim $mess 干嘛呀 将它里边的 中号n 中号 是把将在右边的去掉啊 这样的话这个消息 比如说两条消息 最后已经去掉了 是不是剩一个了 是不是就可以分成两条了 现在咱里边三条消息 对不对 有三个n 中号n 收集变成两个了 是不是能分成三行 我们在这的话就可以将它分割成三号 放到一个数字里面去 对不对 然后 arrmess 是不是 多样消息啊 用esprod 分割 分割 分割什么呢 分割 这个mess 就是分割完之后 是不是得把它 这处理完之后 得把这个消息 重新复制一下 对不对 将这个消息按什么分割呢 按中号n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有多条 语句了 有多条语句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oh 我是不是就可以便利每条消息了 对 然后 作为单独的一个消息 我就用m可以吧 现在m是每一行消息 每一行中间是不是也去分割了 对不对 每一行中间消息是用竖线分割的 对不对 所以将需要怎么的 比如说我用list 可不用list 对吧 分别是用户名 对吧 然后标题 可是第二个应该是什么 时间 对吧 大夫time 时间是期 就是地梯吧 然后呢 标题 然后内容 将esprod分割 用什么分割呢 用两个竖线 对吧 将谁分割啊 将m 因为m现在是每一行 是每一行都分成自己部分了 然后 你就循环显示器 你可以用表格显示 或者用其他显示 是不是都可以啊 所以我们这块 我就直接输出了 简单一点 输出 最后每一行 咱们后边给个换行 好吧 然后呢 每一行后边 我们都加一个 啊 再加一个 hr吧 再加一个话 行不行啊 hr 是不是那个 一条直线呢 则分开 然后呢 用户名 比如说我这边加出 寫上名 对 刀了符 这下面写错了 这话是 username 这不用个名家出的 用个名在什么时间呢 Date 对 Date Date 这话写着 年 月 日 时 分 那个秒我就不写了 是吧 时分 然后在这时候 说了什么事呢 Title 对不对 然后在逗号 内容说了什么呢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些的什么 比如标题我们把它变成 I 什么 鞋体 对吧 内容我们加上下过线 只是我临时说 加了一下 对不对 你可以样式把它变得更漂亮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读消息 这个消息是不是有了 来我们算清一下 你看 是不是到哪吃 适当去 对不对 那我再留个标题 一行A 一行B 一行C 看到了吗 一行D 一行E 一行F 是不是一个简单的留言板 就做出来了 这样的话每个人留言 写上名字 写上标题写上那不可以了 当然这个还需要完善的地方 对不对 只不过咱们用这个模拟了一个简单的留言板这样的一个方式用文件如何做存储 对吧 当然用文件做存储的话如果量很大的话是效率很低的另外呢咱们操作也是很复杂的 当然像这样的模块我们在开发的时候都是进入数据库来完成的对不对 如果你的网站比如说比较简单对吧就少量的内容用存储的话那你就没有必要用数据库用文件也是可以做到的对不对 但数据量大的话或者是复杂的话那文件就力不从心了就需要用什么数据库去处理好这点看看咱们就是将一些算法融入到一个小的模块里边去然后介绍一下文件的功课写对不对好这一看内容咱们就到这里好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为你答疑解惑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出来一个高大威武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点击关注我就会天天骚扰你